2014年一定會是香港歷史裏面其中最重要的一頁 2014年的雨傘運動 亦都一定會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里程碑 因為雨傘運動見證了香港人對於爭取民主那份的決心 甚至會運決心是超過我們三個當時在2013年提出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時候是更加大是更加堅定的 2014年的佔領行動79天 其實我覺得它只是雨傘運動的1.0 這個其實只是香港人去繼續爭取民主的一個起點 叫它做1.0就是說我們必然會有繼續的全民的直接的行動去繼續爭取 所以重要的就是在未來的日子 我們怎樣能夠讓整個香港的民主力量能夠繼續的壯大 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是需要建立起一個更加堅韌的一個網絡 去讓更多的市民和我們一起同心的去爭取民主 我們還要是建立一個可以給所有支持民主的人一起共同決策的一個機制 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可以想像到的就是 假設中央政府仍然是堅拒給香港人是有真正的民主的時候 香港人是必然會再次走出來 我們過去兩年三年所做的事 尤其是在佔領那段時間 香港人所付出的絕對是值得的 我自己是很樂觀去看未來 雖然眼前好像是什麼都爭取不到 但是實質上的就是我們改變了整個世代對於民主的訴求 在未來的日子只要我們繼續堅定 不要放棄 繼續爭取付出 無論是我們的汗水是要再留多少 我們必然會見到民主來到香港 多謝大家 我們要不要放棄